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今天做这一支英雄565 买回来反正也不贵,也就十来块吧 基本上除了一百616以外,最多人想看的一支干笔 这支应该是随库存笔吧,个人觉得 终于难得有一支国产笔是比较粗的一个国产笔,第一个拿上手的感觉是这样 那我们一样来对比一下那个笔的一个大小跟别的笔 好,那个78G吧,相对来讲的话比较亲密一点的一支笔 好,那能看到了它这个粗心呢,相对来讲终于接,比较接近那个 现场欧比的这样子的一个尺寸呢,能看到粗细来讲的话,虽然说 长短应该是跟800差不多,但是这个稍微有点偏差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很正常 比78G终于能明显感觉到出了不少,不知道那个,而且它这种是很薄的那种那个笔握嘛 那笔握的话就从这里开始看就知道它这个笔握不会太细 好,那个整根笔的话不知道是什么间了,就我当时买了很多支呢 我都忘了,哎,哦,直接插把的,哦,按键钢笔,按键钢笔那就这样子收起来了,没有可比性了 按键钢笔的话,对,按键钢笔的我的买的那支Capless LS还没有到,那没办法跟这些按键钢笔去进行一个对比 那能看到首先一个笔握的话就是非常的小,非常的细,那基本上不会看到的一个 就不会看到整根笔握的一个长度 嗯,这个也先收起来,然后没有意外,果然没有意外的这个笔握的话还是比较粗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这个笔的一个重量是怎么样 可以零零,然后,好,比带帽的重量是18.5,中规中矩的一个重量,然后再下来 11.1,啊,3条1,啊,不错的一个重量数 好,那再下来看一下它这支笔的一个长度到多少 好,总长来到137.69这样子的一个长度 再看一下这个,嗯,笔,拔帽的一个长度 119.39的一个长度,再下来最重要的一个笔握,笔握一样是按这个位置来算 好,11.42那肯定是我最,啊,果然肯定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笔握的一个大小了 好,那个再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支笔,然后看一下笔件最后再来试写 好,笔的话,我们下来看一下它这个,首先这个应该是个人觉得不是很够精致 虽然价格摆在那边了,但还是希望它再精致一点 因为我这里看吧,它这个的金属反光跟这个金属的就不,不是,这个啊,这个是金属 但这两个的金,应该都金属材质,但是它的一个颜色,你看这个是偏黄的 这个还是白白的,反银白色的,这个是有点偏黄的 那还是希望说像这些地方的话,能做的会稍微的,怎么讲,就稍微的一个接近一点吧 这个颜色,我不知道是不是库存而导致这样子的 但是很开心呢,能碰到一支就是这么粗的一个按键笔 真的这个就,相当来讲,我觉得真的是比较现代的一个国产笔这样子一个设计了 笔的话,笔握上面有一些这个毛,这些的毛红就有点,这个塑料不是很光亮的感觉 能看到上面类立这些反光位的话,能看到都是一个就是虚化比较严重了 笔笔顶上面这个处理,个人觉得很不错,这样子非常的整支笔看起来非常的一体 然后这个小洞洞有点美中不足,但是也能接受是一个工艺上的一个问题 然后这个笔握就这么差的话,总给人感觉就是,虽然说很顺滑 但给人感觉就缺少了一分精致,有一个那个卡扣的个人觉得会比较好 那么一点,然后上面呢有一个英雄的一个标志 那这支笔,个人觉得真的是G616和那个英雄就这类同类型的笔 然后这支暂时拿到手上是最满意的 那前面那些的话,暂时真的没有这些满意 然后这里笔舌的话就是这些的一个精致感 就国产笔个人觉得主要差的还是一个精致感 然后再把品控的问题给稍微调整一下 我觉得笔本身就很棒了 但这里的话有没有歪真的不是很容易看得清楚 但是整笔的话也跟觉得是OK的 然后我们再下来看一下那个这个笔尖 好,那能看到中锋也是挺准的 但笔尖的话好,笔尖的话的一个好像是看起来有点小粗糙 虽然说打磨也是挺光滑的 但从这里看这个笔尖好像就有点歪歪了 装的好像不是很正 用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就好像是有点不是很正的这么去看 然后我们再看来看一下这个的 对边那这里也是这里 这里这么一看这个按间就没有那么的美了 或者那么的精致了 因为没有贴合 像说这个本身它是有一个 这个它本身塑料是有厚度的 这个应该做不到 但个人还是喜欢贴合一点 然后这里笔的话中锋的话没有完全贴紧 那应该出墨来讲看起来会比较大一点 但是这旁边也看一下也是写中文的一支笔 这个打磨方式 然后这里看好像有点不是很正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镜头 还是我拍的一个问题 但这样看就很正 可能手机屏幕太小看的不是很轻 那笔尖大概就是这个样 好,这个OK以后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 应该是我不,哎,非常干净 怎么回事 最近国产笔就是吸墨器 就这个质量都非常的闪亮 这个好漂亮 而且没那么歌手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好,那这支笔真的是价格等等来讲的话 都很满意 我们赶紧先来试写一下 真的是 刚刚落幕以后吧 我现在领得更紧了 然后现在有点不好开 好 稍微上一下墨 然后按间笔的话 就是 就是上墨比较方便 然后不容易弄到那么多笔 但个人还是 有些人是用针管去上墨 我个人还是喜欢就这样子上 因为 效率最高 这样子 好 我先去拿一下本子 好,本子拿完回来以后 我们一样我们的一个书写 我们继续我们的一个书写阶段 那书写上刚好有一节应该是够用的 对这个小地方 好 好书写完以后能看到直接跟上面的这个区域对比的时候 出目量非常的大 跟刚刚放大笔尖看中缝的情况一样 这支笔没有意外 基本上出目非常大 那基本上笔尖的话出息是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改变 另外一个出吗 你们现在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这个 我给你们划两笔看一下 能看到吗 这个墨水你看 出目量真的非常非常大 写起来倒是很舒服 倒是很很适合我这种M监控了 那这个的话如果能用书写爬格子 你看他就 不是很能写清楚字的开始接近了 如果笔画再多一点就不太好弄了 但总体的一个书写感受非常的舒服了 个人觉得比616的那个 100的话可能我个人更喜欢565 可能是因为他的一个笔握 还有他整个的 这支笔整支笔就很轻 那所以说个人会更偏向于这一支565 另外前面的这个接嘛很修长 不像平常的那样子 一个短短的一个小小三角尖 像这一支的话设计或者他的一个外观 以及书写的话 个人都觉得非常的满意 而且他整个平衡性调整的挺好的 差的还是同一个问题 一点点的那个精致感 好那整笔的话 就是我觉得可能如果要买这一支的话 还是需要把笔尖给调调 把它压的稍微再紧一点 那其他的热用等热用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然后哪出门的话不落不落寞 我个人觉得应该这种还会好一点 因为笔的一个结构问题了 这个涉及到 好那这次就是这支笔非常的满意 那就也挺推荐 而且价格好像就比616贵那么一点 好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 那我漏奖的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那下次见 拜拜